我忘記了啦 DJ個人風格超強烈 小魏是揣摩很到位 大概是今天妳認識的有幾位 對 看到臉會認出來 我也是樹蘭營 那後面五位呢 就是沒有接觸 我一直在 對啊 你真的很難搞耶 說你好話你也要在那邊 壞話也要聊 為什麼 我覺得他上個節目能力氣到 對 像早期那種新典 那種八點檔連聚集裡面 那種小椅子有沒有 所以各位廣播主持人 碰面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是典禮嗎 同事嗎 就是你們彼此 彼此 就DJ大會啊 對 所以擔心是今天妳認識的有幾位 就妳看到臉會認得出來的 我認識樹蘭… 樹蘭妹 對… 我們好像有一起上過某某通告 然後這兩位DJ粉妳認識嗎 有 明明都會碰到的 那後面五位呢 後面五位都聽聲音為主 就是沒有接觸 妳怎麼可能聽過我的聲音 不要說謊話好不好 我也自在 對啊 那個時候有個報告說 新報的廣播情人 然後妳是最高票的 對不對 那常常是拿最高票 就認識 妳真的很難搞耶 說妳好話你也要在那邊 壞話也要妳要回 非常難 所以我是見過妳們 廣播情人的冠軍嗎 對 就是連續六年她拿第一 我是南部第二 對不起啦… 可是我覺得王日生 感覺好像是會叫親戚去投票 少親戚投票實在太有點 太…太敗了吧 我覺得 要自己買是一種方法 但自己買還要有人寫 其實是要呼朋友 要有那個這個 要好招 對 要好招 還是要有一個力量 我覺得她上妳節目 可能被妳氣到 少猛一個一點對不對 她笑到我已經撿巴巴了 她是很像早期那種冰點 那種八點檔連續劇裡面 那種小儀子有沒有 買票還有一點 你表情真的是很… 我會看得入迷耶 我表情就向來比較 稍微…稍微就真實一點 你不會在播音室裡 表情十足吧 我在播音室裡頭 對歌手也是這個樣子 因為覺得很煩 反而是不想… 不想講就不要講好了 那就請你出去 你就是會這麼戲劇化嗎 至於什麼好戲劇化 至於自己就是… 你也是啊 就是…就是真實嘛 你有請過歌手說 這樣就算了嗎 有 而且還剛剛得獎沒多久 其實不過後來還是好朋友 不過… 他當時做什麼讓你不高興 他不說話 怎麼可能有人上節目不說話 我…我也在檢討 是不是我的問題太堅忍了 你問他什麼 他沒辦法回答 我只是問他 你覺得這個音域類型 真的是符合你所要的這個曲風 然後你的詮釋方法 達到那樣的水準嗎 所以不算太難吧 他可能是不是以為 你在諷刺他 我想可能是 我覺得有點抱歉 如果是他那個 挑自己的一包那件事 你覺得你… 而且我是會很懂的 有點錯誤 這是你要的音樂曲功嗎 你學得好像嗎 有可能… 我真的有可能會這樣 我說 這真的是你要表現的東西 你覺得你做到你要的東西嗎 我只是一個音樂性的主持人 我覺得 他可能覺得很挑釁吧 對 他自己本身也很挑釁 所以結果你說 那就不要講好了 我說那如果沒話的話 你就請 結果後來他就… 他就走了嗎 那我不讓他說他不走怎麼辦 對啊 對 好嚇人喔 當然後來我… 我後來年紀稍長 會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是 對 這是我發脾氣最嚴厲的一次了 OK 其實這是… 其他時候就是給人家 一點顏色看看罷了 有沒有 我們家也看了很多 有一次我在聖誕節前戲 講一個外國的新聞說 有一個播音主持人 在節目裡說沒有聖誕老人 然後結果就一群小孩都哭了 對 然後家長就打電話去罵說 你們怎麼可以播這種新聞 然後我當時是趁… 小朋友已經被送去學校了 我假設車上已經沒有小孩 我就講這則新聞 然後等我講完 又一堆家長打電話 我的小孩在車上講話 我突然說沒有聖誕老人 我想說完蛋 我又被罵了 你現在憑良心說 到底有沒有聖誕老人 沒有啊 沒有啊 蘇嵐妳也遇過打電話進來的人 要娶妳的是不是 沒有耶 因為… 但是我有接過比較奇怪的電話 她就是有一個太太 她打電話進來說 做人家這樣 妳的節目不是都可以點歌嗎 我就說 對啊…阿嵩妳要聽什麼歌 然後她就跟我說 什麼歌都有嗎 我就很認真地跟她說 我電台歌滾六萬條 妳要什麼歌都有 然後她就很震驚巴白的跟我說 這樣喔 不然點一首黑米豆粉來聽啦 真的假的啊 我想說電台沒有黑米豆粉來 就說那麼… 然後我就說 阿嵩我沒有這種歌耶 就是妳要台語 古語 演藝都有 日本也可以 就是沒有黑米豆粉的歌 好啦 沒有啦 不然妳唱一次讓我聽了啦 所以我第一次在節目中啊 就唱歌就唱 南無冠世音菩薩 南無冠世音菩薩 南無冠世 在聖調 黃無冠世音菩薩 就唱歌